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家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池浩田出席 胡锦涛宣读了9月22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的《晋升上将军衔》的命令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两位高级军官是中央军委委员郭伯雄、徐才后 江泽民主席给他们颁发命令状,高兴地和他们握手祝贺 中央军委委员附权友、于永波、王克、王瑞林、曹刚川出席了晋贤仪式 晋贤仪式结束后江泽民等领导同志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何颖刘念 出席晋贤仪式的还有解放军四总部和驻京各大单位的领导同志等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